感谢长生学让我拥有后天超能力 体验人生的不平凡 大家好,我是于慧 你曾经幻想过拥有超能力吗? 看英雄电影时是否也曾经跟着热血沸腾? 大部分的超能力都聚焦在外在的力量 但是在影集《驱魔面馆》中 描述了四个看起来平凡却拥有超能力的人 他们分别拥有力大无穷 与之能力、疗愈能力以及新加入的年轻主角 他们一起找寻自我价值帮助他人的故事 其中的疗愈能力者在经历了任何的战斗之后 都尽力的为大家恢复健康 成为同伴还有这个世界受伤后的最佳关怀和依靠 在其中的一段情节 他努力的疗愈着受众伤的同伴 他唱着 母亲的手啊 母亲的手是治愈的手啊 让我心中感动不已 是啊 就是因为这份爱的关怀 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更深沉的感受 感谢上天让我从14岁开始也拥有一个后天超能力 这个超能力就是长生学 长生学借由导引宇宙万有能帮助身心灵恢复健康 实现了徒手治愈的想象 所有学习过长生学的朋友 藉由静心疗愈的过程 都能够和宇宙的能量光产生连结 调整身体的磁场 达到提升免疫 新陈代谢的功能 透过我们双手的引导 更可以将宇宙源源不绝的能量 传递给任何需要的人 甚至动物或植物也都可以接收得到哦 感谢这份超能力 让我拥有一点点的不平凡 在校时同学流鼻血了 我可以调整帮他止血 朋友脚扭伤了 我也能伸手为对方减轻疼痛 大学社团是半营队 我是医护小组的当然人选 也曾经在车祸的现场 帮助骨折的伤患减轻疼痛 也曾经和先生一起在台湾雪山的登山小屋上 帮助高山症的朋友恢复元气 也曾经在飞机还有高铁上 救助急症的病患 避免了不可预期的意外 最棒的是 当自己疲累的时候 也能够借由长生学这份爱的超能力 让自己重新找回稳定的力量 最感恩的是 当面对自己挚爱的亲人生病 不舒服的时候 我有能力可以用长生学 让他们轻松一点 长生学在创办人林梓珍老师 为玉峰老师的带领下 近30年来 已经将可以拯救生命的超能力 无师的交授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更感动许多朋友 一起加入慈悲救人的义工行列 在长生学迈入100期的记刊 上千折见证的影片 以及把爱伸向全世界系列数十册的见证心得中 历历记录了许多曾经的感动 爱与被爱的价值 或许你还认为徒手致病是个五级之谈 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气功 西方探究的能量医学 古今的大修行者们 不也在找寻个体和宇宙 自然之间的连结关系吗 静而期盼能够在修为的过程当中 能够将这份觉悟帮助他人 电影里的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 不仅是因为他拥有超凡的能力 更是因为他有意愿承担与帮助世人的勇气 而成为大家的英雄 你不一定有机会成为世界的英雄 但是今日你就可以选择成为自己的英雄 现今我们处于天灾地变 病毒肆虐的环境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往往超出预期 拥有治愈的超能力 才能让自己成为活着的那个赢家 祝愿长生学慈悲喜舍的愿力 也成为你的超能力 能超越频繁 成就更加丰盛的一生 未经许一年 Bead Bead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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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agu 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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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